还有很多的计程车司机呢 都在讲说生意已经够难做 现在还要冒险 包括了高雄县有这个温奖呢 载到一个抢匪 拿着小刀逼他开到山区公墓 把他给洗劫了一番之后 还把这个温奖关在后车厢 不过呢温奖靠着平时开车的经验呢 就很仔细的察觉说 车子停下来已经十分钟了 歹徒可能已经跑了 结果就拿手在那边敲啊 脚在那边踢到后来呢 终于是让他能够获救了 温奖还要去承试嘛 是承试的 有承试吗 有承试吗 他承试吗 我就没注意了 温奖司机带着警方到现场模拟 当时他被挟持到这个墓地 歹徒搜刮完所有财物后 就把他关在后车厢 我坐下来啊 坐下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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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们穿啊 我们在车厅看人们走 车厅看人们走 车厅看人们走 车厅看人们看人们走 原来游信司机上午七点多 到高雄凤山捷运站前 再到一名墙匪 不知打劫 他还将他关在后车厢中 游信司机知道自己 不能和歹徒硬碰硬 直到察觉歹徒将车子停下来 十分钟后 他才开始用手脚撞击车体 发出声响求救 我才能走 如果我车厅看人们走 我爬到这边 我爬到这边 你爬到这边 你爬到那边 你爬到那边 爬到那边 我爬到那边 我爬到那边 你爬到那边 爬到那边 遇到抢匪冷静硬 对游信司机逃过一劫 得救后 他也立刻报警处理 希望警方赶紧将证明恶匪 逮捕到案 周立新闻刘气温 王元方高雄报道